首先我们来聚焦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于10月30号至31号在北京举行 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 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 我们推出特别报道 深度解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首先来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10月3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首次提出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会议还提出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属性 那么这就包括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 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 可以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给出了一条清晰的路线图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和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 通过改革调整和优化金融供给体系 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安全的金融服务 聚焦重点领域合理适度使用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强化对国家重大战略 科技创新绿色低碳 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的 滞销和水平 推动金融机构改革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重点还要优化金融机构布局 构建由银行信贷 债券市场 股票市场 风险投资等组成的 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 最近几年来 人民银行创造性地推出了 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比如说2020年 我们出台了1.8万亿元的 资农资小债贷款和债贴线政策 2022年4月推出科技创新 和普惠养老 这两项专项债贷款 2022年12月创设了 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 专家表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既表现在总量上 也体现在结构上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尤其要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推动建立金融机构 服务小微企业 赶贷 愿贷 能贷 会贷的长销机制 来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 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获得感 对稳企业 稳住经济的基本盘 发挥了重要作用 采访中 多位市场人士也表示 本次会议提出 做好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 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预计未来更多金融资源 向以上方向倾斜 对国家重大战略 创新升级的融资支持 未来会像对半导体这种卡脖子技术 等等需要着力创新的领域 提供更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针对企业创新的 不同周期的特点 有效地匹配多元化的金融资源 最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金融行业自身的体质增效 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双赢 根据我们的测算 截至今年二月的末 投向基建 制造业普惠绿色行业的新增贷款 占总体新增贷款的比例 合计超过了70% 政策支持的领域 仍将是金融资源的主要流向 这边是金融资源的主要是金融资源的主要